哎,看了那么多秀恩爱的片子,我就想起来上大学的时候,我们那时候整个校园里就充斥着一段歌声,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,孤独的人是可耻的,所以此时此刻呢,我很想对在辛苦的加班着的同事们,尤其是外面倒空间的同事们说一句,周末加完班,单身的赶紧去恋爱,恋爱的赶紧去求婚,这是怎么求婚才能够成功呢?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,就是只要人对了,你怎么求都是成功的,人不对,你就得换一个人再来求了 接下来金太郎王磊就要告诉大家,他是怎么样制造浪漫求婚成功,让自己成为那个Mr. Right 老师们好,同学们好,家长们好,我今天太荣幸了 我能够代表全体2009级的同学,在这发言,其实我根本,我的资格,我的能力根本代表不了大家 昨天晚上我失眠了,我不知道大家睡得怎么样,我是凌晨三点钟睡着的 看得出能作为中系2009届毕业生代表上台发言 这份殊荣让李小萌激动不已,几番落泪,然而让他更为精细的事